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件就是祝福自己 第二件就祝福别人 第三件就是接受别人的祝福 事实上呢 慈祭的人每天就在做这三件事 为什么 我们每天在做慈祭 无论是种福田 做环保 仿式等等 都是做这个 祝福别人 祝福自己 接受别人的祝福 你说对吗 尤其在我们这次读书会 每次我们就接受大家祝福 那我们要不要接福啊 所以说呢 上人讲福在什么 作中得欢喜 会从善解得自在 所以说我们说要制造福田怎么样 自得福也嘛 所以说我就回想到说 我在应该刚刚提到有九奥仪的 那个时候呢 在我家的附近呢 荣幸发言 有一场慈祝的那个 等于说那个延期 慈善那个募款活动 那我就进去喔 看到有人在敲楼 哇 声音蛮大的 敲一下怎么样 一万块 敲两下两万 敲有时候五下十下 刚刚教授说 我们知道说 这个可能募行募款 但是对我一个工薪阶级来讲喔 是何等的 在赞叹 以及不可思议 那于是呢 我就索桌索桌 索桌看到 就上了一个 真言法是一个 海扁 上面写做什么 不求身体健康 只求今生明日 不求事事如意 只求毅力勇气 不求减轻责任 只求增加力量 哇 这个几句话让我太感动了 太震撼了 过去呢 我虽然参加慈祭会员 有差不多四五年 但我们一个资深世界呢 在四年 慈美丽世界 他每次都邀我去 带我去到十字列桌 到发廉去参访 但是我一直念念都不记住 都没有成邪 那一次呢 我就打电话给四姐 我说 四姐 我一定要去拜访这个师父 我说 你什么时候在那边 我呢 安排时间到发廉去 他说他每年的过年呢 一定跟上年一起过年 还有接待海外回来的这个法亲 于是呢 我就跟我家四姐呢 年初四就开着车子 到那个这个金色去 刚刚去到那边也开始 快要中午了 那四姐就引进我 引进我跟上年拜会 那我要鼎礼了上年 那互相 因为过年人多嘛 互相寒暄一下 互相介绍一下 我们就去 刚好就用武宅嘛 那武宅过后呢 我们就 志工就带我们去旋礼 我们就去看了嘛 看置业底呢 有小学 有中学 有大学 有医院 还有什么进士堂 这么大 那时候我就想说 哎 这个一个缩落的出家人 他不业力这么大 志力体这么大 一定 财力 物力 能力 很需要 我当时我就想说 我如果能力我更需要 多付出一点 如果有因缘投入志工的行列 我也愿意 那这个因缘就不可思议 就在 回来当时有一个 早期有一个我们常处师傅做 所工作的工具 百工具 那个房子里面 有那个 我们师兄在泡茶 刚好碰到一个我们广东的师兄 他也是回来向上年拜年的 他就互相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以后就说 留在电话 还有留在互相的 以后呢 我们就 过完年就回到广东去了 开始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广东的 那个会晤也开始启动而已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 哇 真好 第一个呢 第一个时间呢 我回到台北以前 就刚刚也跟师姐讲的是一样 我就是我跟我生命的师姐说 我能够付出多少 我还能够付出多少呢 因为我是工薪阶级的 我两岸都有一份薪水 后来师姐说 你也可以演个龙洞 三年嘛 刚刚师姐讲三年 我就因为得到我家师姐的原型 我真的我就原来一个龙洞 所以这个很真的 有时候上人讲的 有心就有福 有厌就有利 让他刚刚讲的 到了广州以后 什么活动 我都参加 只要提前告诉我 尽我所能 这个 怎么讲呢 来者不推啦 有事情我来不会推掉的 也不会说 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们 尽我所能 把时间排出来 来做实际 当然 后来呢 那我们团队就有音言 就回来 商人就 这个有机会跟商人这个 就是座谈嘛 温馨座谈 他也就说 志工 就说 我们可以把飞舞啊 座谈以后 要把广东飞舞分享给商人听 商人说 修福修慧 一定要怎么样 要法律心 要法律心 四个 我们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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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修福修慧要法律心 还要法律心 还要法律在心坎里 于是呢 那我们 其实就刚刚讲的 跟团队跟商人分享以后呢 他说我们做多少多少活动 商人就跟我们开示 商人说 活动做得很好 很多事很好 因为我们要接引不上 对不对 但是呢 活动办的不在于多少 他在于呢 志工啊 他的习气 他的脾气 他欲望 有没有降低 重点在这边 那你修福还要修慧啊 就刚刚讲的 有慧就要法律心嘛 法律心 于是呢 广东团队回去就说 啊 我们回去的话 真的 不是光是搞活动而已 要让这些志工 能有法 有法以后 他能入行以后 他入行 他在活动当中 去做中学 学中觉察 觉中悟 好 于是我们就开始 在那个读书会 还有塑气志工的时候 我们用读书 用那里足迹跟进士语来 来导读 我想我们广州的 我们第一个读书会 就是我们现在 齐安师兄 现在在座 记得他家 开始启动了 很感恩 他这个 刚刚讲的黑给不过 就是这样了 然后后来我们广州 就有四十几个 那个读书会的 一直在 蔓延着这样子走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部分 然后呢 那志工 培训 还有 培北培训的话 就是要怎么样 一定要唱颂 三十七处道品 大家知道 三十七处道品 是我们学佛的基础 是不是 三什么 三四 二五 七八 是不是 这个上人教我们学习 这个 这个 佛 学习佛的密码 对不对 所以三四哪三四啊 四 四 四念处 四正前 四如一族 五根 五律 七节之 八生道 真的 这个真的很好用 大家知道现在我们上年在 宣法僵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会提到那个 比如讲的话 比如说我们 我们讲这个 声文言的话 讲的都会讲到四正替嘛 对不对 苦即灭道 那我们集到这么苦 要怎么灭呢 那我们就可以 要不然要 观塑事苦 人生探苦苦何在 亲身入苦去感受 用心来观塑事苦 才能了解何为苦 这个不是我们慈激人的慈善工作吗 那你去 三访的时候 看到的别人的苦 别人的苦多少呢 他是欠一个温饱 一个温暖 那我们欠了什么 什么都不欠 就欠给人家计较 跟人家比较 欲望不断的升高 所以这个是让我们 确实很受用的 就是说 还有施政群也是 现在我们也 经常会听到 商人讲 一群以身欧念断 二群未生欧不生 三群以身散 未胜散念生 四群以身散念真 我们就是 就把这个商人的 你明记在里面 就好他们如同我们 你们怎样 在算术的跟我讲 如果你久久成法 能够你熟悉的话 那你这个 算术 这个算术学算起来 是不是很轻易方便的 三期柱道本就是如此 这样子 比如这样子 我们那有发 新宴行啊 比如四如一族啊 这个一如一族 跪花宴 宴大至见 什么 菩提醒就显出来了 念如一族 再承证 承证 承证性是道果子 我们实际人不是内修外形吗 内修承证性是外形 十倍洗手 静如一族 再正前 拔苦又怎么样 刚刚讲的拔了人的苦 重力行 一定身体力行 你没有去没有去错 没有去去看去灾难的地方 苦的地方看 你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说 什么叫苦啊 所以废如一族 放长情嘛 在那个 祭昌生就我们 就放长情 所以说 我们还是就是要 要把那个 上人讲 刚刚讲到 上人一直用到 你们的法要 法要 上人讲说 你如果 见我们不入 不用我法 必生烦恼 所以说 我们在 所谓说 在无量义经也有一个计划 诗经 譬如一种子 百千万亿重大圣 千亿种子 妇佑圣 转转难知 无量义 无量义者一法生 一生无量义 一句一句能得闻 百千万亿能通达 所谓就是我们讲的 一礼通什么 万礼臭 一法通 万礼臭 所以上人的法 如果是你真的 时常拿来用的话 我想你的信念 半导就会减少了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讲 那当然 我们也是 我认为还是在家里 夫妻之间 我很感觉每次 周恩师兄 在分享的时候 就拿 这个 他们夫妻的 这个 有没有 他们之间的 夫妻相有之道 能够跟我们分享 其实他们 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 就是 每一个人他有他的优点 也有他的缺点 但是呢 他们就是互相看到什么 对方的优点 对不对 那你要看人 因为你才产生正能量 你老是要找那些毛病的话 那是负能量就增加了 所以为什么讲 相爱容易怎么样 相信难 相处难 相处容易 不 相处容易 相信难 相信容易还是什么 相让难 其实人生 我们在一起 能够成为夫妻 都不容易了 所以我上天讲的话 每晚的婚姻要怎么样 内夫有没有 服啊 服要的服啊 服什么 四层汤 四层汤 大家很熟悉嘛 哪四层汤啊 对啊 这个四层汤吧 还要外夫呢 实际面霜啊 上天还说你们讲 父亲讲坏什么 不要坎西 有没有 上天有没有这样讲 跟你们开始过 要坎西啊 就拉尾音就对啊 其实你拉尾音来讲 你就不会看到 你的脸像很难看啊 那即使之后 你被骂 被盯的话 还可以慢慢可以接受 那真的 除了这部分的 我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跟人家 我家师姐结婚 也是很多考验 怎么考验吧 第一个 我是夜间部同学 但是我们相差是四岁 晚四年我才来台北工作 才进夜间部前面 所以因为同学 夜间同学 相恋 相恋也要结婚 但是我是一个什么 乡下孩子 我这乡下不是说一般乡下 我还是山领上 山沟里面的人 那我家师姐是台北人啊 那我真的要结婚的时候 我藏人是没同意的 后来他也就没有那个 没有同意 没有参加 但是呢 到最后 产生很多矛盾 后来互相要改变 真的要改变别人也不容易 后来慢慢我只有改变自己 除了改变自己 我们就说 这个慢慢他自己也改变了 父母讲人家就说 到最后我们就会讲 父母讲怎么样 妻以夫为贵 夫以妻为贵 那这样的慢慢的 我们不然的话 现在疫情当下 我留在台湾两三 两年多了 那两眼对两眼会变成 变成一个斗鸡眼 天天在吵架 那当然这个时间 我还想下一个单言 就是说 生命要呼吸之间 刚刚师姐讲的是非常好 真的好 我们有时候 商人讲的 时间 什么挡不住 时间跟什么 无常 无常挡不住 时间无常 你看刚刚我们讲的 坐下来顿 坐下来度 我还好有做慈祭 不然我这个 我现在不是站在这边 因为我在十几年前 我服务的公司 我们时间说短一点 我讲他 他就捡款 卖到土地以后 捡款我逃 逃到外面 那时候我在柜座内 我会计打电话给我说 陈总 总市长好像逃跑了一样 逃跑了 我说我现在再归 我要回去才 赶回来 确实他跑跑掉了 留下了六千万的债务 年代保证 我年代保证 折轮 那我那个时候真的 我不是想到 我的年生活 服了三四十年的公司 不但把我所有财产 这个尽空 那后来我一直想 我想了三个月 我也神经常想到 负面的那个念头 为什么 我如果是这样子 我后续 我要怎么办 我什么都没有了 那后来正在想到 那个 真的想要寻胆的时候 我忽然间好像上年给我 一棒 一棒子喝打下去一样 我就听他一句话 他说 这个叫 顺境的时候 怎么样 叫无常观 逆境的时候 要怎么样 因缘观 但是逆境跳不过去 也怎么办 要怎么办 跳不下去啊 把你的人生归零 可以吗 我那个时候 我就真的归零了 我重新来 我就跟我家 师姐呢 这个 还有孩子们 就 我现在没有办法 给你什么世间财 但是我实际因缘 我的所谓之缘 我还在 那我还有我自力更深 我重新来 我虽然那个时候 已经65岁了 我重新来 我是当时候 我是刚出社会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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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了 那如今我已经走过这个 十几年了 但是 那个 跑跑的那个董事长 怎么样 第二年 翘翘了 我都活了十几年了 值不值得 参加实际实际值不值得 太值得了 真的 所以说呢 大家 行善要及时 我们的生命在夫妻之间 所以说我是很感恩上人 不但是我会面的母亲 还是让我重生的母亲 所以呢 我是最后大家要听上人的话 那我最后说五句话 上人给我们开示了 大家跟我念一遍好不好 封秒不空过 步步踏始咒 善念不间断 妙法实时用 实时都分享 感恩大家领听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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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年 怎么办 非常主要 鼻子